好 馬上帶您來關心選戰的最新狀況 民眾黨的總統候選人柯文哲 以及他的副手吳欣營 今天繼續的是來台北市車隊掃間 把握投票前的最後一天 來跟所有選民請託敗票 而其實整個戰車的車隊上面 包含了不分區的立委候選黃先生 以及要選台北市的立委張其路 都在整個車隊上面 那也可以看到其實有不少的小草 也就是柯文哲的粉絲 都自發現拿著棋子 在沿街的來做揮舞的動作 其實氣氛其實還蠻熱絡的 而他們其實也在整個車隊中都喊出說 晚上要凱道界 其實就是要來號召所有的粉絲 要在晚上的時候擠爆凱道 把整個氣勢給撐出來 而可以看到柯文哲 其實在休息的這個時間點呢 也和許多粉絲來拍照簽名 那看起來互動的還蠻熱絡的 那柯文哲今天的行程呢 其實從早上的國際記者會 接著是一路的掃接拜票 都是要來把握最後一天的衝刺階段 於是上次我們掌握到最新狀況 再把時間鏡頭交還給紅內主播